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到我宋,砍大山 现在社会啊,人们会发现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什么呢? 一些不要脸的无赖是越来越多了 例如什么高铁霸座的,不是他的座,我就坐,哎,挨掌马地 你说我有票,你有票我也不让你坐,这就是我就和他坐着了 谁来也不让坐,是不是? 还有前几天,赖战云网约车上三多个小时不下车的 后来虽然惩罚了,但是他能跟人的坐三十个小时 实在说实话,这这么长时间都处理不了 还有什么,插队的啊,还蛮不讲理 我就怎么,我不是好惹的人,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看到我很多这些无赖 咱就说,为什么这么多不要点的无赖频繁出现呢? 第一个,当无赖啊,可以得到利益,可以得到好处啊 大多数人都是什么呢? 哎呀,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 得了,吃点亏,吃点亏,我认了 你这样人我惹不起,咱可和无赖叫不起劲,对吗? 我可没有那个时间,我有没有那个精力 万一出点啥事儿,我还得跟着受牵连 算了,算了,我认了,我服了,行吗? 你占便宜了,哎呀,这些无赖再来都便宜了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执法部门对在这些无赖 啊,惩罚力度不够 甚至是祸悉尼 这样的方式让这些无赖有恥无恐 我一看,哎呀,没有事儿啊 反正都挖不咋地下,你们来了也没有事儿 对不对呢?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不要脸的无赖越来越多 当然这些无赖的手法成出不行了 一个批一个无赖呀 那一个批一个极品 真是这样一个大开眼界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 哎哟,这个正是无赖中的极品 我认为啊,无赖中的巅峰状态 什么事儿呢?啊 我跟你说一说 关键看了结果之后 你都得愤怒,是吧 所以一个女子啊 到一个商家呢 去看玉器手镯啊 这个玉器手镯,这个玉手镯不错呀 挺好看的啊 咱都多钱,两千块钱嘛 这咱的玉手镯啊 呀,挺好看 你看这鸡肢成纸皮肉的啊 女人都喜欢玉,很正常 那么喜欢玉,我想看一看 看完了,你想看得好看的吗 试带一下吧 对不对?很多都是试带一下 但是咱都知道 那个玉是死的,那个镯子 因为现在有的金镯子也是死的 那么带的时候呢 稍微费点劲 拿的时候也稍微费点劲 但是呢,一个服务人员 工作人员都会 点个杀手绢啊 什么绸子啊 或者什么抹点肥皂水啊 呱,带进去 这个女的要试商家也是 行,我来给你试吧 呱,就带进去了 带进之后看一看 你说你觉得好看 讲讲价你就买了 你觉得不好看 或者觉得贵 我不买了 是不是?这都可以 啊,喜欢不喜欢都可以 对吧 不喜欢你就摘下来了 没想到碰这个商家 碰到一个奇葩呀 什么奇葩呢 啊,这个玉拙啊 我不喜欢 而且太贵 所有不买 啊,不买不买不买 摘下来呗 哼,不摘 哎呦,这是什么叫明强啊 所以你为啥不摘呀 哎呀,当时你戴的时候 我这手太疼了 啊,你看我的手这块都红了 都轻了 你现在给我摘下来 那就会给我的手造成二次伤害呀 那怎么行啊 所以你不能摘下来 你从我的摘下来 你不行 啊,我的手疼 摘下来 哎呦,这商家都懵了 怎么碰到一个这样的奇葩状态呀 商家说了,没事我给你小心点摘给摘来 你咱试一试 那是也不是 不就不摘 哟,这说着说着啊 旁边就围了围观群众了 啊,有一些围观的人就说 哎呀,这样 你垫个那个丑子 一摘就摘下来了 还有人说呢 摘不一来摸点肥皂水 那完就摘下来了啊 没事啊 跟他说 你说输了这么多招 啊,你说这一般人 行,那我试试吧 还摘了,实在摘不一来再说呗 嗯,不是 那不行 怎么不行呢 这摘下来咋办呢 那不行 就不能摘 你摘了就对我二次伤害了 说说着那你这买了吧 买我也不买 我不喜欢 那摘来还给我 那我也不摘 你这就麻烦事了 商家也没碰到过这样的奇葩呀 你说你这是 你摘也不摘不给我 我不能说你带走吧 那不行啊 那怎么办呢 商家选择了报警 啊,警察来解决呀 没想到 警察来了 也没有办法解决 啊,人家就不摘 他也没有办法 人家说了 那你给我造成伤害怎么办呢 后来的商家都没办法 咱说这样啊 咱们上医院 给你现在排个片 你先排片 如果没事 对不对 好了 就现在怎么样 我摘下来 摘下来 如果对你造成伤害了 那我赔钱 对不对 该怎么样 如果没报 你造成伤害 咱就拉倒 对不对 这不很合情合理吗 啊,那不行 那你在这不信我呀 排片不去 反正我就不摘 你看我这手都肿了 我这手轻了 玩我不行 你一摘就对我造成伤害了 我现在我不想要这个桌子 我还想让你赔我手呢 给我造成伤害的呢 对不对呢 啊 这时候啊 商家也激眼了 行行行 你不摘行不 不摘我把桌子砸了行了吧 咱把它砸碎 对不对 啊,干脆我也不要了 我硬赔了 这个桌子我砸碎 你也别带了 你也别买了 是不是呢 啊 这样中行吗 那不行啊 你这砸碎 砸碎对我造成伤害怎么办呢 再者说了 你砸碎就完了 你刚才带的时候 给我到罩上伤害了 我都有轻有肿的 那不行 啊 那你一直给我干 砸碎也不行 这商家真是没办法了 我什么主意都想了 那你说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你带桌子走呗 啊 那警察也问 那你到时候怎么处理呀 后来想了 很大度这个女子啊 说这样吧 啊 你这个桌子我是摘片来了 啊 那我就勉为其难买了吧 啊 五十还是一百 你自己选 告诉商家 哎呦 多大度 你说五十还是一百 你自己选吧 你说五十我就给你转五十 说一百我就给你转一百 哎呦 我的妈呀 这商家是苦要 警察告诉你 快点吧 就变成什么了 后来商家没办法 一百块钱 让他带走 咱就说可能 这个桌子本身 不值多少钱 可能成本 可能就一百块钱 商家可能 但是这是强买 强卖呀 啊 没有办法 去估这个多少价 对不对 这就是你喜欢 对吧 那你不能 人家说我这个价钱 我不能卖给你 那不行 你必须卖给我 不卖给我都不行 而且最后我看 那个最有意思是什么呢 警察还得说 他还跟警察说了 如果明天 我这个人还疼的话 我找到 他还得给我负责 还得给我看病 警察告诉商家 你说 那商家都很无语啊 很无奈啊 就这个问题 你说 咱们说 警察说 调解成功了 看大家都满意了 但是这就算调解成功吗 我真就是很爱 这不就是让无奈占便宜吗 这不就是要唱家憋气吗 啊 怎么就得无奈 就得可以最后达到要求呢 报警就是这样呼吸你吗 这就叫调解成功了吗 啊 报警就应该要合理的方法解决 我换句话说 这就是警察认为 哎呀 不值得算了吧 那么我就想问问 如果是个专介 啊 他是不是下位上商场了 来 这个多钱 我得专介 来我试试 哎呀 不能再来了 警察也这么处理吗 啊 如果是个金手镯 警察也这么处理吗 那都这么处理 那谁都行了 那我也上商场了 如果警察不那么处理 那不能因为这个东西 你就这么处理 对不对呢 所以我就认为 这些方式 才是让这些无奈 不要的 那无奈 越来越多的原因 咱就说前两天 那个 个网约车上 待三十来个小时 那个啊 有人说最后解决挺好 再好 为什么不能提早解决呢 如果这个 第一开始报警 警察来了 竟然给带走啊 不管什么事 派人解决 你不能跟他搁 你车上桌子 再者说了啊 如果啊 当时被解决 在二十个小时的时候 这个车主 如果一直气血上涌 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 怎么办呢 算谁的呢 所以我认为 这种事情 就 哎呀 我还那句话 纵容坏人 真的就是 欺负善良和老实人 让这个社会 道德划破的重要原因 你们觉得对不对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我说坎纳三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素 关注老素 咱们下回见 拜拜